大家好,我们书接上文 这一集分享我调查过的国内品牌的电脑椅 这是第四集,建议大家从第一集开始看 五一放假这几天,我调查了很多电脑椅 主要有两个品牌 其中有一款产品,我感觉特别适合我 当时差点决定买它 先说第一个品牌,它叫宝友,又叫莲友 这是中国台湾品牌,1996年成立 2007年成立研发中心 我调查的产品有三个 价格是2020年五一放假期间 京东或者天猫的活动价 第一款是金镯币高配 价格是1448,1500元档 这款产品的特点是功能简单 坐垫比较宽 它家第二款产品是优高配 价格是1758元 这相当于2000元减200那档 这款产品的特点是腰部支撑要强一些 第三款产品是金镯币 价格是2098元 这款产品的特点是比较大 腰部的支撑感比较强 当时我看中了金镯币高配 据说小米腾讯阿里这些互联网公司 给他们自己的员工配的就是这个品牌 产品嘛 金镯和U都有 大公司在采购产品之前 一定做过大量的调研和分析 估计这两款产品的性价比很高 开始我选中了U高配 这个产品的中文名是U 英文名是IOO 和上级介绍的那个国外的电脑椅同名 外观也很相似 后来客服说金镯币高配的坐垫宽一些 金镯也是产品名 这个币的意思呢 我感觉应该是基本款Physic 金镯币高配 也就是金镯这个产品里的最低配置 金镯和U这两款产品 我咨询的是京东自营店 后来我又咨询了天猫旗舰店 客服推荐的是金豪币 金豪这个产品也有很多配置 在挑选这个品牌时 我还看到了另一个品牌叫达宝利 后来查了一下 这是一家经销商 他们卖莲友 也就是宝友的椅子 也卖其他品牌的椅子 他们在北京有实体店 我也查了一下 离我家并不远 当时都准备去看了 如果合适直接拉回来 再说说第二个品牌 叫Ager Max 前面都是Ager 中国广州 2009年成立的品牌 这个品牌我看了三个产品 第一个是Evolution畅响版 价格是2238元 看这个价格 它对标的应该是宝友家的金豪 第二个产品是Commander 价格是1679元 对标的应该是U 第三款ARX 价格是1360元 对标的应该是金卓碧 如果按照时间的相后顺序讲 我最先找到的品牌 应该是这家 Ager Max 我先搜到了一篇 关于Commander的开箱的帖子 里面有大量的照片 我感觉这个产品特别棒 很喜欢 一查价格原来是小2000元挡的 直接刷高了我的预算 当时我的预算是1000 和客服沟通 上报了我的身高和体重 人家直接推荐的是EVO畅响版 一看价格 再次刷新预算 不过我不喜欢EVO后背的设计 关于EVO畅响版 网上也有一些不好的评价 主要是材料方面的 所以这款先搁置 由于预算被刷到了2000到3000档 就没再详细了解另外两档的产品 通过这两家品牌客服的推荐 我得到了一个结论 适合我身高体重的电脑椅 价格都是2000家 除了上面这两个牌子 我还调查了几个其他国产品牌 比如Ager Up 中文名叫油浦 中国广东佛山 1999年成立 2008年成立的品牌 客服推荐的是萌芽 这个产品 价格是2000档 这个品牌的视频 在网上相对多一些 负面评价也不少 大家自己分辨 还有一款叫西号 中国深圳2011年 客服推荐的产品是M57 价格是1000元 还有一个品牌 叫黑白调 这是网友推荐的 还有一个澳风电竞椅 这也是网友推荐的 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造型 还有一个叫红桥 也是网友推荐的 是2000元价位 不过京东销量不高 这集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